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回来 民主党昨晚举办了第十场党内初选辩论 根据最新民调数据显示 弗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的支持率再度上升至27.8% 并继续领跑党内民调 前副总统拜登的支持率在2月下滑约10个百分点 目前以16.3%的支持率排名第二 彭博社创始人布隆伯格的支持率在2月上升了约7个百分点 目前以15.7%的支持率排名第三 根据纽约时报公布的数据显示 桑德斯目前以45张党代表票领跑民主党初选 印第安那州南本德市市长布迪吉格和拜登 分别以25张党代表票和15党代表票排名第二和第三 超级星期二初选将在3月3日展开 加利福尼亚州 德克萨斯州等共14个州将在同日举行初选 超级星期二的结果出炉之后 民主党的局面将更为清晰 联邦政府官员25号早上向参议院闭门通报 美国国内新冠病毒疫情 表示当局为了应对疫情 必须向国会追加25亿美元预算 随后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部长阿扎 向附属于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小组委员会 解释这笔预算 他表示预算将涵盖五个方面的工作 包括扩大疫情监测 支持各个州及地方政府防疫部署 研究疾病 研发疫苗与药物 以及购买医护用品 这笔资金只限用于本财年 但阿扎指出如果形势恶化 当局可能会再度向国会要求拨款 在听证会上 阿扎也承认目前库存的口罩数量并不足以 为全美国的医护人员提供保障 他表示目前库存有3000万只口罩和95台呼吸机 但实际上医护人员需要3亿只口罩 对于美国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 总统特朗普表示 疫情还在控制之中 并认为疫情最终将会消失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也表示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在控制之中 政府已做好应对准备 呼吁民众和投资者不要惊慌 库德洛称 总统特朗普乐见卫生官员们 正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目前美国新冠肺炎疫情被有效遏制 如果疫情恶化 卫生部门已做好准备 他相信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公共卫生系统 且称专家们正努力地计划 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和紧急情况 库德洛同时认为 接下来几周 疫情的情况对判断局势将非常重要 白宫当天还重申 预计新冠肺炎疫情不会对美国经济造成长期影响 自从新冠肺炎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扩散的消息传出 美国金融市场投资人心态呈现恐慌 美股大盘承接周一跌势 周二继续大幅走低 专家认为根据目前各个行业普遍遭到抛售的情况判断 投资人对公司盈利与经济前景目前信心不足 周二 美国疾控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 提请全美国民众对新冠肺炎扩散做好防御性准备 对市场进一步造成压力 债券收益率持续反弹 股市跌幅加深 而针对美股周二持续重挫的现象 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表示 目前市场盘整 投资人应该趁低入场 尽管有投资人相信 美联储会在市场暴跌的情况下 进行货币政策的调整 以稳定市场信心 但专家认为 根据目前美国经济状况预估 目前还没有基本大幅受损的迹象 所以联储近期调整利率 稳定市场的可能性不大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由于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 美国国务院近期升级了 针对多国的旅行警告 目前针对伊朗的旅行建议 维持在最高级 第四级 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伊朗 除了可能面临被绑架 和非法拘留的风险 还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在伊朗爆发 目前在伊朗境内 新冠病毒确诊人数超过139人 造成19人死亡 而对于意大利 日本和韩国 美国国务院都发出二级旅行警告 建议美国公民提高警惕 由于韩国境内新冠肺炎形势较为严重 美国达美航空26号宣布 从2月29号到4月30号 暂停明尼阿波利斯到首尔银川机场的航班 同时减少从亚特兰大 底特律和西雅图到首尔银川机场的航班 之前 达麦航空 美联航 美国航空都宣布乘客可以免费改签或取消近期前往韩国的航班 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新冠病毒社区传播 旧金山市市长布瑞德今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 即刻生效 历时七天 布瑞德表示 尽管在旧金山市民中尚未发现确诊病例 但全球的疫情在快速变化 当局需要加强准备 且正在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旧金山市民免受威胁 宣布区域紧急状态有助于动员城市资源 加快紧急规划 协调不同市政部门 便于从联邦和州政府获得资金 联邦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本周表示 预计新冠病毒会在美国社区传播 只是时间问题 呼吁民众做好应对准备 目前全美范围内有426人接受了病毒测试 新冠病毒确诊患者为60人 日前有多家媒体报道称 一名大韩航空的乘务员日前在韩国 被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而他在返回韩国前 曾在首尔和洛杉矶之间的航班上工作 虽然大韩航空和当地政府官员 没有立即证实这一消息 但是大韩航空宣布将关闭 银川机场的运营中心以对场所进行消毒 对此 洛杉矶郡卫生官员表示 洛杉矶郡没有新的冠状病毒病例表告 但对于该消息目前正在等待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确认 如果最终得到大韩航空的确认 并可以追踪到该乘务员在洛杉矶 访问过的地方 那么卫生部门将会对这些信息公开 目前韩国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为1261例 其中12例死亡病例 因被控受贿 本周一家知名冷冻公司的女继承人 米歇尔·贾纳夫斯被判入狱5个月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 纽伯特海岸居民贾纳夫斯 去年10月承认串谋实施欺诈 和洗钱罪 并承认向大学招称丑闻主犯 心格支付费用 以帮助女儿们在ACT考试中作弊 并贿赂南加州大学的一名管理人员 将大女儿描绘成沙滩排球精英 美国地方法官本周判处 贾纳夫斯5个月的刑期 此外 贾纳夫斯还必须支付 25万美元的罚款 并在获释后监管两年 贾纳夫斯是第15位 在这起入学丑闻中被判刑的家长 去年4名家长在得知 自己可能会被控受贿后 撤销了自己的无罪抗辩 贾纳夫斯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提供更全面的医疗服务 零售业巨头沃尔玛日前推出健康中心 提供包括视力和牙科护理 以及PiX光片和医学实验室检查项目 超市内的健康中心由医生经营 病人则可以在检查室看诊 患者会在获得护理之前被告知所需费用 而花费据沃尔玛估计是一般医疗机构的一半 目前沃尔玛已经开出了两家这样的健康中心 其中一家位于乔治亚州的卡尔霍恩市 当地约有1.6万居民 卡尔霍恩市沃尔玛的顾客 在该健康中心可以得到30美元的医疗检查 或25美元的牙齿清洁服务 或以每分钟1美元的价格进行心理咨询服务 而所有服务的价格则清楚地标示在健康中心内的后诊室中 顾客则可以直接步入室诊疗或提前在线预约 此举若在全美普及 将是沃尔玛进军医疗领域竞争 并将为农村社区的患者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PSTVUS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